青春愛讀書 帶你閱讀全世界 在今天的青春愛讀書一開場 帶大家來到遙遠的英格南 西南部這裡 有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叫德文郡 那德文郡呢 對於英國人來講 它是一個窮鄉壁 不過這裡有非常美麗的海岸線 那也有許多 這個非常孤獨的島嶼 然後在海面上漂流的 那其中有一座島嶼呢 在古代的文字裡面寫到 它是一座聖米歇爾島 那我們今天稱它為伯格島 伯格島呢 它是一座潮汐島 意思就是說 當潮來潮往的時候呢 它連結本土的這個沙岸 有時候會被埋在 或者在海水之下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大家往返這個伯格島呢 需要一種特別的車子 他們叫做Sea Trailer 就是那種海的卡車 那它非常的高 它一個卡車可能高度 大概五公尺左右 那可以用的方法來穿過 這個大海 那這座島 它其實非常特別的地方 除了它古代是一個聖地之外 那更重要的是因為 它在1927年的時候 它變成了一個 一個貴族 它買下來當作是一個 電影公司的招待所 那不久之後呢 又變成了一個飯店 而這個飯店呢 就是著名的 Art Deco的伯格 這個島嶼飯店 而這個飯店呢 也因此它的地理環境 吸引了非常多有名的人來 其中有一位呢 大家可能非常的熟悉 它的名字叫做 阿加莎克利斯蒂 在1939年的時候 阿加莎克利斯蒂 來到了這個島嶼 然後它因為某一天 碰上了暴風雨 在這樣孤絕的情況之下呢 它開始構思 如果有一群人來到這個島上 然後被暴風雨清洗之後 沒有辦法離開 那後來島上的人 到底兇手是誰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所以他就寫下了 在推理文學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說 這本小說呢 叫做一個都不留 或者是說 它叫童謠謀殺案 這本小說你可能很難想像 它總共賣了一億本 那也是變成在人類的這個 推理小說史上 最重要的一本書 那為什麼我們特別 也要提到這個故事呢 實際上有特別的場景 特別的文化空間 會激起作家來書寫特別的情境 而這個情境呢 往往是小說最迷人的設定 所以在今天的青春愛的書 我們要講的這一本 信思武的都得死 談見把故事呢 放在今天的香港 那麼在香港疫情期間 他們其實呢 會有很多對歷史的回溯跟了解 其中一個也是對過去 在英國殖民時代 他們所留下的社會制度 做種種的探討 那究竟信思武的都得死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小說 它揭露了哪一些不為人知 或者是大家 這個欲言又止的這個秘密呢 那這些秘密裡面 又隱藏了什麼樣的社會現實 那透過信思武的都得死 這本小說 有沒有看到推理小說 怎樣迷人的風采呢 我是謝爾青 歡迎收看今天的青春愛讀書 所有思武家的人都得死 這是客戶的要求 就算再冷屁的信 一千多年來 人數不會少到哪裡去 你如何達成任務 信思武的都得死 故事開頭就給讀者 巨大懸念 到底為何思武家族都得死 又是怎樣的深仇大恨 要買胸除去整個家族 正當你思考這些問題時 作者馬上丟出答案 思武這個姓氏 出自大嶼山西域一個圍村 人丁單寶 子孫不多 就算加上外嫁女成員的家人 現在全世界加起來 只有五十多個成員 從四歲到七十八歲 思武家每三年舉辦一次家計 到時所有海外家族成員都會回來香港 不過因為疫情 佳季同春秋兩季都停辦了兩年 只要政府取消入境隔離政策 下次佳季就會在一個月內舉辦 但隨著佳季所舉辦的宴會 正是唯一的行動時機 隨著故事開展 讓讀者遇見一場清風邪雨 即將到晚 原命六十二人晚夜 最終讀走四五加五十五條的一命 性群者僅有六云 包含了奴隸男群的夜家之主 四五文虎 受到家族規制束縛的妻子 四五姓五一 民幼的兒子 四五智慧 一心追求自由的唐力 四五智慧 方方不羈的唐力 四五智慧 以及早已得家族斷絕關係的主角 四五智慧 因為出席家變而逃過一劫 而可能的凶手除了家族信存者 同時包含負責任為家燕的廚師 以及世代為四五家服務的管家律師等人 隨著劇情開展 嫌疑人越來越多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心胸理由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凶手 《姓四五的都得死》 是香港作家譚健的第一部長篇推理小說 他以四五家族死亡為起點 並同時安排雙線偵探 包含從記者轉當私家偵探的家族成員 四五智慧 以及被譽為獨眼神探的七手人警官 讓讀者跟著他們一起找出真相 這故事裡安排了兩個偵探 一個就是四五家的四五智慧 另外一個就是獨眼神探七手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四五智慧有一個秘密 是不可以被人家發現 而他有可能是其中一個動手人 如眼神探七手人會去調查他 所以到底四五智慧有什麼動機 會被人家查 就要請獨者自己去找出來看 《姓四五的都得死》 推出後便廣受各界好評 更獲得2024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收獎 全書以香港為故事背景 涉及許多香港用語 歷史文化與社會制度 對香港風貌有深刻的描述 我們香港人習慣都是很多用語 就直接是講英文 而不是講中文的 所以香港就是有這種中英夹雜的平常 或者我們在書寫也是這樣的 香港有一些很特別的制度 就像金權制度那樣 就是我寫出來以後 是有些台灣朋友 是看過我的書才知道 香港金權制度 金權制度 金權制度就是說 你那個土地原居民的男性後裔 到了18歲的時候 就可以在他的土地上面 建一個三層樓房子 不用土地價 就是你自己出那個材料費 就可以蓋房子 這個就是金權 這個金權是只有男金有 女性成員沒有 這個本身就是有一個性別歧視在裡面 然後因為你這個金權是指給原住民的 而我們這些非原住民就沒有這個金權 所以這也有一個身份上有一個歧視在上面 在《性思舞》的《都得死》書中 譚建老師以自身對香港社會的觀察為起點 進而寫下對儒家制度的思考與疑問 疫情期間我讀到韓國的小說82年的金之音 這本書是講 在82年有一個女生叫金之音 這個蔡司長名字的女生 她們經歷的那個男女嚴重不平等的狀況 而我就是有感 遇到這個性別不平等的情況 其實在東亞的不同國家 像韓國、日本、台灣、香港都有出現 所以我就打算用這個儒家制度 來寫一個推理小說 因為儒家思想很重要一點就是 君君臣臣夫婦自子 因為這種服從其實也是一種壓力 所以我就會懷疑有些人會反叛這個制度的話 就可能會思考這個家的意義對它是什麼 什麼是家人 有喜人的就是家人 住在一起但互相欺騙的算是家人嗎 被各種家規綁起來住在一起的 到底是家人或者囚犯 到底什麼才叫做家 推理小說如何扣領社會及時代脈絡 反映現實 就跟著青春愛讀書 走進田建老師的推理世界 青春愛讀書我們今天讀的是 在今天的青春愛讀書我們要讀的這一本書 是香港作家唐健所寫的 《性思舞的都得死》 這是一本推理小說 而且獲得了2024年台北國際書展的首獎 到底這本小說有什麼樣的秘密 在華語世界的推理界裡面 還有什麼樣獨特的含義 我們首先先邀請也感謝今天的 來參加的高中以及大學同學 感謝今天的同學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推理小說呢 你覺得他迷人的地方是什麼 是各式各樣的軌跡疑雲 還是出乎意料的轉折喔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這一本小說 我們當然要請到重量級的來賓 那今天的來賓呢 是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知名的那個書評家 所以大家用最熱烈的掌聲 一起來歡迎東陽老師 今天呢我們要來聊的是推理小說 所以呢這個是類型文學 一個非常特別的分支喔 把你們的這個YES弄牌拿起來 你們喜歡推理小說嗎 來 想清楚回答喔 好啊 好 來 喜歡就是YES 不喜歡就是NO 那我們看一下答案 1 2 3 來喔 東陽老師 你想聽聽誰的看法 那當然先問NO的 NO的 對 為什麼呢 OK 我不是先澄清一下 就是我不是不喜歡推理小說 只是因為我是比較膽小的人 然後因為像是推理小說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著名的特色 就是通常是沒有上第一次講的 所以在閱讀的時候 就會很沉浸在那個情節裡面 導致我每次放學回家的時候 走在路上都會覺得怕怕的 就是會因為想到書裡面的情節 然後覺得很毛這樣 所以通常在看書的時候 不會先選推理小說來看 所以推理小說跟社會新聞 你覺得哪一個恐怖喔 喔 它不是差不多的東西嗎 你覺得差不多對不對 對 你們喜歡推理小說 有沒有誰要跟老師分享的 有沒有 怎麼樣 來 倩華 我是一個非常大膽 然後非常喜歡那種可能鬼怪 然後推理 推理 對對對 非常寫心 可能可怕的這種 不管是影集或者是小說 那我很喜歡推理小說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因為通常一本推理小說 我在看下來的時候 第一個 沉浸室是我最喜歡的點 其實像剛剛哲斤有提到的社會事件 就是社會事件通常一般來講 我不會遇到嘛 所以其實在看推理小說的時候 會有一種就是這種事情 竟然是發生在我可以感受到的地方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很酷 那從過程中就會開始丟一些 或者是丟一些彩蛋 跟著作者邏輯 就發現還解錯了 這個地方也會覺得也很酷 從邏輯這樣子一直推倒 然後發現 甚至最後有一個隱藏彩蛋 這個過程都是我很喜歡推理小說的點 好 還有誰想要跟我們分享 有沒有 來 沉浸 我自己的話是很喜歡看 福爾摩斯的書外線影集 有時候可能那個人 他只出現了例如才兩三個而已 可是他卻是引起 這整個案件最大的關鍵 然後最後發現胸口是他的時候 那個內心的那種驚訝感 還有會想知道 到最後到底是為什麼 他會去引起這個案件的發生 他怎麼樣作案的那個手法 都是我很喜歡的 是 那譬如你呢 你也是YES 對 我覺得就是閱讀推理小說 可以就是需要看完它 你才可以從後面一次又一次的劇情 然後來推翻你前面所有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讓我讀推理小說 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 子俊妳呢 我最喜歡推理小說的部分還是 就是每個兇手方案的背後 總會有一些 動機跟理由 然後他那些動機跟理由 常常會讓人感到很同情 就是不像這個事件本身可能 從外部來看是非常的閒心 但是他可能其實是一個很可憐的人 是 所以你的想法就是 對不對 靖雲你呢 對我來說很有趣的部分 是我想要看 作者的腦洞可以開到多大 就是他到底可以寫出 多天馬行空的案件以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其實推理小說是一個 相對來說 你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花腦 來看的小說 就是你如果不想要花腦筋的話 你就順順把他看到最後就好了 不像有一些書 就是如果真的很硬的話 你從頭看到我也 還是不知道他在幹嘛 像泥彩之類的 是不是 好 這是靖雲的回答 那我們現在要放下來 所以你看 東昂老師 你看六分之一 只有一個不想還可以啦 對 但如果聽到 這麼多的年輕讀者 喜歡推理小說 這樣一個身為理事長 你可不可以開心吧 滿開心的啦 六分之一 六分之五 其實比例算滿高的 而且我要說服 GENORE的同學 我希望你待會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推理小說也有 不是那麼血腥暴力 帶一點日本有所謂的 生活日常之謎 好像日常當中 可能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發生了 裡面沒有人死掉 但是你會好奇 到底是誰幹了這件事情 或是誰在幕後主導這一切 其實他就推理 是 所以剛才我們再試一下 聊的時候七歲小孩 路上有一顆西瓜破掉了 對不對 血跡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真的血跡 但是後面有一個很可愛的 日常的謎 推理小說它有很多的類型 是 它有很多的山頭 對不對 要幫我們來分析一下呢 好 這樣一個山頭的介紹 其實應該說 剛剛講推理兩個字的時候 比較早期是有偵探風采的 比如說剛剛講到 柯南道人所寫的 福爾摩斯的故事 早期的推理故事 偵探小說比較會強調 比如說物證推理啦 心證推理啦 有具屍體在這邊 我要去調查他怎麼死的 誰去殺了他 或者是一群嫌疑犯在面前的時候 那誰講話 他內心可能是出於情殺 仇殺 或是為財而殺人的時候 那種心理的證據 所以在物證跟心證推裡頭 衍生出去在英美 早年的時候 所謂的古典簡儀派 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東方快生謀殺案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作品 漂洋過海道的日本 日本叫本格派 這本格兩個字其實意思是正統的 到二次事業大人之後 因為偵探小說偵探的風采 慢慢的開始讀者也好 觀眾也好 好奇犯罪者在想什麼 犯罪在想什麼呢 像比如說龍文森的女孩 大家應該有看過小說 或看過電影 他裡面講的就是 即便是一個北歐的福利國家 應該生活過得很好 對 經濟狀況很好 但應該很幸福 可是家族裡面還是有一些 黑暗的不為人知的秘密 透過了一個記者 透過了裡頭有個駭客 他們聯手去破案 除此之外 像比如說在台灣 之前有改編成日本的 公布美信小說模仿犯 改編成台劇 裡面講的也是 就是一個心裡扭曲的犯罪者 他犯下了罪之後 像地震一樣 他是個震一樣 散播出去了 散播出去之後 他影響的不只是被害人 被害人的家族 或是調查人員 他影響了一般的大眾 所以這樣子一個 跟社會與人的關係 判究竟人的犯罪動機 都是現在推理小說當中 會去講到的類型女友派 在你一直往前奮鬥 努力的時候 你回頭看 你家人就會在後面一直支持你 當你到家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卸掉你的面具 但你需要 你無助的時候 你回頭看他們就會在 這就是一種信任感 對於私伍家來說 可能家的定義就是利益吧 信十五的都得死 他非常特別 在2024年的 台北國際素產大獎裡面 拿到了首獎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殊榮 在華語世界裡面 而且像這樣的說文化 不管在香港 新加坡馬來西亞 在華語世界閱讀裡面 他就變成有一定的影響力 到底信十五的都得死 是一本什麼樣子的小說呢 好這個故事呢 我先談一下作者 作者也叫彈劍 他是一個香港人 這是他第一部 長篇的推理小說 第一部喔 對 大家可能會看到 書名就想說 誰姓十五 對 我不姓十五 你也不姓十五 誰姓十五 十五是一個虛構的形式 他們都居住在香港 大雨山西部的一塊 叫西雨的地方 其實也是虛構的 這戶人家呢 他們要辦一個 尤其在疫情期間 疫情過後 要加劇 所有家族人聚集起來 其實也不過五六十個人 聚集起來要吃頓好 吃得大家可以聯絡感情 結果剛剛講 滅門起案出現了 裡頭死了一堆人 最後只幸存六位 所以這個幸存六位的故事裡頭 不只看推理 有看到像比如說講 香港的警察啦 黑道啦 香港的美食啦 香港的一些社會文化 歷史背景等等的 再加上裡頭會講到一個 很重要的叫 兵權制度 兵權制度 對 所以這連同整個 香港的歷史跟現在發生的命案 加總起來之後 到底是誰幹的 誰跟自己要有仇 誰做這件事情 跟這個歷史是不是有關聯 就是這本書的一個大的謎團 需要大家來去解答開來 是 香港其實在我這個世代裡面 就是其實香港是非常不一樣 閃閃發光的 在夢裡面都夢見的地方 可是對新世代的讀者來講 到底你們印象中的香港是什麼 拿起你們小黑板 寫下你們的印象 在讀這一本書之前 究竟你對香港的印象是什麼 刷三一 一起來翻版喔 來 一 二 三 超快步調 四大天王 沒印象 你看 幹得好 混雜 多元文化 地狹人愁 東方老師 你有沒有想聽聽看 誰的印象呢 沒印象 怎麼會沒有印象呢 因為我只有去過一次香港 然後那時候在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有去過香港的迪士尼玩 所以其實基本上 那時候的記憶到現在 也沒有什麼印象了 但是我有一個很深刻的 就是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東西都吃不太一下 其實食物不太合我的口味 所以妳還是有印象啊 就水土不服這樣子嗎 可是過去這麼多年裡面 對香港都沒有任何給妳的感受這樣子 對 因為妳們現在也不看港劇 對 對不對 也不會再聽廣東歌了 對啊 這個比較特別喔 還有誰要跟我們分享 有沒有 誰 來 來 雨昕 好 就是我是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去香港比賽 然後那時候一落地的時候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香港的手扶梯超級快 對啊 而且 因為那時候還是小朋友 然後就是我踏下第一步前 斟酌很久 因為我覺得我會被手扶梯捲走 對 然後包括還有印象很深刻的是 走在路上 我覺得大家的步調都是很快的 就是好像他們走在斑馬線上 只是為了去往他們的目的地 就是感覺跟身邊的人沒有什麼太多交流 就是給我是很精英化的一個地方的感覺 是 裴音跟劇的答案非常的像 多元文化跟混雜 裴音先來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香港過去的歷史就是有被殖民過的歷史 那加上香港自己也是一個經貿重鎮 所以他們一定會接觸到各國 來自各國的相關的文化 包括可能過去殖民的歷史 加上他們自己香港本身獨有的文化 融合在一起之後其實會蹦出很多不一樣的 讓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一方面是香港 一方面也是綜合的可能外國的一些東西 然後或者是一些什麼 菠蘿油 養殖甘露 這些一聽就知道是 喔 香港 然後所以就會讓我覺得說 對於多元文化會有一個很大的 很深的印象在這上面 是 好 那除了吃的之外 俊宇有沒有什麼 對文化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也沒有去過香港 所以就是對香港的印象都是 影視作品或是書籍裡面看到的 那我會寫混雜就是 我覺得香港給我 就是我接收到的資訊 要不就是非常的 然後很華麗的 要不然就是非常下沉的 就是那種地下世界 然後我覺得不管是在任何主題上面 只要是有關於香港的 就是這樣子兩極化的那個 特性都非常明顯 板子放下來喔 然後看一下 因為同學們講很多香港人 他們都沒有去過這樣子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在戲四五的《都得一史》裡面的 這個作者談券 他怎麼樣來書寫香港 因為畢竟在裡面 他寫很多我們不熟悉的社會文化 還有一些片段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書齋 香港由於租金高昂 大部分的書店都不會開設到街上 而是在樓上 這一段有誰要跟我們分享一下的 有沒有 來 裡面有一個橋段 就是他們書店是在二樓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台灣的商店 大部分都是會在一樓的地方 就是你走過去你想要買什麼 就是很一目瞭然 旁邊就都是商店 但是如果是像是在那種 就是商店會在高樓層的地方 有沒有可能就是我住在二樓 然後可能三樓有書店 然後四樓還有飲料店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是不認識 這條街的人 我可能走過這條街的時候 想要買一些什麼 那我可能還要特別去留意說 會不會在樓上之類的 可能要找一段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下一個書宰已經換過 我現在每三天換一間 很快的就會鑄遍全港所有酒店 到最後只差幾間大酒店沒去 這個大酒店有特別的意思喔 這段書宰到底是誰選的呢 我覺得在書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經常會看到書頁旁邊有備注 就是說在信思五都會寫這本書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 或者是香港的書頁 包括這個我覺得還是很有趣 就是他把大酒店 其實講的是兵儀館 就是說人最後死了會去的地方嘛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覺得香港的這些俗宰或者是黑化 跟台灣的風格蠻不一樣的 就是台灣的俗宰可能是什麼 關公面前耍大刀 就是我覺得比較順口溜 然後很活潑的感覺 可是在書裡面看到的 關於香港的這些俗宰 其實是比較諷刺性居多 然後包括還有描寫一些男女感情的 然後或者是說 也會夾雜英文 就是我覺得這可以展現了 蠻多香港的特色 是 那下一個 百香園因此難逃結業的命運 在那信州的東煮並不甘心 和原班人馬在心腿 又開了一間茶餐廳 這個是誰選的 駿魚 為什麼 我覺得傳統菜肴 然後傳統技法流失 其實是世界各地的 飲食文化裡面都在經歷的 然後 對 所以就是覺得說 他這本書裡面 在他的情節裡面 這樣子去展現這個議題 所以我覺得很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對不對 所以你看 在高中跟大學同學們 他們看到的香港是這樣 那老師你自己呢 你在心目中你認為的香港 有哪些特別特色 他們沒有發現的呢 我先呼應一下 剛剛講的幾個 包括說那種速度很快 不只是那個定力速度很快 你會覺得你被人推著走 吃飯的時候呢 尚才也用甩的 用丟掉 對 所以那種感覺呢 我倒覺得是真的是從以前 可能不同世代 感受都是一樣的 但在更早前世代 如果跟這一本書的主題相關的話 以前小時候 我跟哲星哥應該有看過 像比如說警察故事啦 對啊 或再過來是無間道 講警察的故事 講黑道的關係 又或者是像比如講到 這些故事題材的時候 他可能有一些很殘忍的 以前八仙飯店的滅門血案 什麼三郎奇案之類的 對... 這些你可能感覺很恐怖 然後帶點都市傳說的色彩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香港 換過來講 它也是一個 比如說 看 看金庸 這些其實都是 中華文化的 或華文世界的一個經典作品 真是不容小覷 可能過去我們比較不常去談到的 今天剛好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個 讓大家感受到 可能沒有的經驗 但也從小說當中獲取更多的人生經驗 是 所以這個 就是不同的小說 可以讓我們認識到 不同的文化的場域 是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在細數的都得死裡面 談見鋪陳很多香港的社會 跟生活的場景 那麼在這些場景裡面呢 他其實又講到一個非常特別 也是小說 一個重要的設定 這個設定 後來引發了 這種很重的殺雞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書齋 他說新建的小型的這個巫語政策裡面 他們稱之為丁屋 那麼那個香港新界的原居民 男性的後代 就男丁 年滿十八歲的時候 可以申請一次 認可的私人土地範圍內 蓋一個三層樓高的房子 每一層樓呢 不可以超過七百平方尺的丁屋 而且不需要向政府來補地價 這是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簡單的講 如果你現在可以用這個土地來蓋房子 你是可以拿來做其他很多用途 對不對 那這樣實際上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有一點不平等的 這樣算是不平等 這是一個不平等的 地權的政策 可是這個地權的政策呢 實際上有 它有它獨特的背景 那上面寫這樣 文字這樣我們都看得懂 但是東亞老師 可不可以再幫我們補充一下 這裡面到底還有什麼 我們沒有發現 好 這邊講到殖民地時期 其實就是英國殖民香港的時候 原本只是香港島 因為它一路往九龍半島內擴充的時候 所以看起來它本來是一個 說起來好意 一個不錯的補貼政策 可是想到為什麼是釘呢 就男釘 女生怎麼辦 對 過來就是這些人補了以後 地不用錢 蓋房再燒錢 可是蓋了房子之後 發現有人可能回去收購 其實這並沒有貪憑大家的生活壓力 反而更加重了 而且這個制度到現在還延續 這延續到說 作家譚建就把這樣一個制度 轉換成小說的時候 似乎這是不是就是四五家 他們用有丁權 對 所以是不是他們被殺害 一整個家族被滅門的原因之一 就耐人群毀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老師看到 這個丁權制度 對不對 所以蓋若順這樣有制度 你覺得呢 以我們現代 就是比較性別平權的 那個概念來看這個法律的話 會覺得說 原來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當中 還是會有這樣子的東西存在於我們 一些人的法律或是思想當中 現在香港地區也是有人在 為了要推翻這個丁權制度 而努力當中 我覺得它可以算是 香港一種特色嗎 是 對 所以這是我看到這一個書宅 還有看到這個法律之後 我自己的想法 是 其實這個丁權的制度 其實很簡單 就是合法但不合理 到底四五家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家族 剛才冬奧老師為我們提點過 就香港大集團西語 一個重男輕女的大家族 以收租為主 家規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其實看起來團結 但是一個分崩離析的家族 他們只在乎 這個家能不能繼續延續 這樣子一個利益團體 然後這裡面有一家之主 有太太 兒子 堂弟 這是倖存者 是一些倖存者 後來呢 這也是在小說裡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大家都看過小說了嘛 拿起你們的小黑板 請你們先表達一下 就是你看這小說的時候 對思武家的看法是什麼 翻版 1 2 3 可悲 特權沒有溫度 利益相連 傳統家庭跟另類的資本主義 來 冬奧老師 你想聽聽誰的看法 聽一個比較 感覺知識性強的 另類資本主義 對啊 你看來 季瑜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覺得 思武家族是一個很特別的大家族 在於他不需要家族成員出去工作 資本主義是一個推進社會進步的 一個動力 比如說現在社會這麼發達 或美國這麼發達 都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 但是在這個家族裡面 他龐大的資本 反而是他禁錮他家庭成員 然後去保留那些封建觀念的一項工具 是 所以這是我寫的 他是另類資本主義的原因 另外一種謀財的這種對不對 一個利益團體 有誰想要來跟我們 有沒有 來 夏琳 就是我其實覺得 他們家在我的觀點裡面 我覺得還挺正常的 是 就是我會覺得他是一個 我們甚至在台灣 可能阿公阿嬤那一輩的 傳統家庭 都是這樣的觀念 像剛剛同學都有提到 比如說 男尊女卑 或者是入罪 這些 這些詞語 其實都是在那一輩都可以聽到的 他們會要求說 你們要尊敬長輩 那其實在我們現在的家庭裡面 也就是這樣說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一個傳統家庭 傳統禮俗裡面都有的 然後在私武家裡面 他就是也是這樣要求 然後同時他們也會去要求說 所有的不管是小孩 或者是像私武謝武儀 他們出外 就必須要顧私武家的顏面 而不是顧自己的顏面 我會覺得 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那他們家的經 就是長這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是 所以更加深 我覺得你住的地方 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所在 裴映妳呢 也利益相連 就是我會覺得說 這一群人他們生活在一起 可是就只是為了那個既得利益 然後會讓我覺得說 他們看起來就很利益關聯 他們會回來其實也就是為了說 因為我領這個錢為生 我回來代表 我還可以領得到這個錢 是 就不會像是主角一樣 他是因為他就已經脫離這個家族 他沒有打算領這個錢 他人就跑了 是 妳的想法其實跟這個余先生 可悲 來 那妳跟我們分享一下妳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詞好像有點激烈 但確實是我看完書之後 對私武家的最大的看法 因為 包括像是私武謝武儀好了 我覺得他自從嫁定私武家之後 他就是私武太太 就是他不再有他自己的姓氏 然後包括他一開始是為了利益 進去這個家庭 但是他最後有比較開心嗎 我覺得也不見得 然後包括像是 掌控權利的私武文虎 就是他費盡心思 籌畫了很多事情 但是最後就是因為 憂慮過身 然後得病 很輕飄飄的就死掉了 就是我覺得 對於私武家來說 可能 家的定義就是利益吧 是 既然剛剛余先生 也講到這個家的定義 那我想要請問你們 那你們心中 怎麼樣來定義家庭 有沒有誰要跟我們分享 有沒有 來 憑昀妳先來 我覺得是信任吧 信任 就是在你一直往前奮鬥努力的時候 你回頭看 你家人就會在後面一直支持你 結果他們可能不會在任何時候 都一直大聲地鼓勵你 可是在你需要 你無助的時候 你回頭看他們就會在 這就是一種信任感 但是在這個私武家族裡面的話 他們感覺就是只有錢 那如果沒有錢的話 那他們之間的關係 就什麼都不是可有可無的 就他們的關係連結太薄弱了 所以我覺得信任 會是一個家庭能連結在一起的 主要原因之一這樣 他們對金錢的信任感 非比尋常 但如果錢沒有的話 就沒有啦 他們直接加到散啊 可是信任感是人和人之間 兩個新的一個 感覺的一個 頻率對不對的上的一個問題 那錢 哪天他們就換破產就沒了 妳要好好的把這個初衷留在心裡 這個很重要喔 對 剛剛小玲沒有舉手 那妳認為是什麼 我覺得是 是家的定義 成年之前 那可能就是家裡有爸爸媽媽在 他們可以供妳吃 供妳住 然後呢給妳一些教育 然後給妳關愛 妳就是做自己 做他們的小孩 做一個很快樂的小孩 那我一定會覺得很心安 可是現在到我們成年了 我們可能自己出去外面住 那自己住的那間房子 叫不叫家 我會覺得其實也可以算 因為當妳到家裡面的時候 妳可以卸掉妳的面具 因為像我們可以看到書中都會說 私無家每次出去外面 每個人都戴著一個面具 要交際不同的人 可是當我們可以回到家 卸掉面具 做回自己 讓自己可以到很心安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可以是 我在家裡 因為我很放鬆 我做回我自己了 所以我也覺得 心安是一個家的定義 那余欣呢妳剛剛也有舉手 我覺得是 依賴感 依賴感 以一個比喻來講 就是如果要連結兩個 沒有卡榫的物件 我們通常會選擇用膠水 或是其他具有黏性的工具 來黏合他們嗎 信任感 或者說信賴感 就是這個具有黏性的工具 就是它會把人跟人 連結在一起 形成一個家 每個月上班一次 就可以那麼多錢 而且換算過來也成員 現在1比4還1比5 當成一份高興的工作 而且工時又很少 你根本不關心你家人的死活 那你還罰我當家人嗎 雖然我再怎麼糾結 這個錢都不會到我的帳目 沒有啊 但我還是很糾結 我們所的規矩 這裡面就有講到說 為什麼晚輩會言聽忌從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子卑躬屈欺 是因為有錢 現在你是15家的人 你是15家的人 好 你是黎家的 是王家 是林家的 好 你們家是一個這樣子的家族 你會待在家族裡面嗎 你們會待在這個家嗎 來耶斯送牌拿起來 結果想領這個錢 對不對 生活不容易啊 就是耶斯 如果覺得說 我就是有能力出去打拚 那就是NO 讓我看一下喔 1 2 3 你們大部分的人都會領這個錢 只有語心你最有古蹟 好 對 我來看一下 來 老師有沒有想聽一個解答 還是一樣問NO的 一樣問NO的喔 語心你先來 好 我必須說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很糾結 雖然我再怎麼糾結這個錢 都不會到我的帳戶裡面 但是 但我還是很糾結 但是為什麼我最後選NO呢 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在這個家族裡面 我覺得很多的是 你整個人生好像只有私5家了 就是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個人的發展 個人的思想跟 是很重要 就是我更想去追求 我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對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講 我覺得 要是我真的是私5家的成員 然後我從小就是在一個 很優渥的環境長大的話 我可能也沒有這麼多的理想跟追求 對 所以這是我選NO的原因 對啊 這是選NO的原因 來…那平昀呢 我覺得就是 跟上班一樣 用每個月回去一次啊 你看你 每個月上班一次 就可以領那麼多錢 而且換算過來 現在1比4還1比5 乘過來超多錢耶 你每個月拿那麼多錢 你還可以去做 你就可以去做 你可能想要去上什麼課 想要去投資 想要去環球世界都可以 因為你有這麼多錢 可以讓你去執行 可是如果你今天沒有領這個錢的話 你光是靠自己在香港這種 這種高壓的情況下 我覺得要自己能 增到這麼多錢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就更難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當然會領他 你會領喔 對 就當上班 每個月上一次 跟上班一樣 很好 那子君你呢 你也會領 我也會領 我也是跟平昀一樣 就是把它當成一份高興的工作 而且工時又很少 一個月才會去一次而已 其實跟現在上班 感覺也很像啊 對啊 那你們會用金錢 來違紀這個家族嗎 如果沒有辦法心安 沒有辦法信賴 你會用錢來違紀家族 還是讓他分崩離析 讓他自生自滅了 如果會用錢的話 就是YES 不會就是NO 讓我看一下喔 一二三 你看要出自己的錢 大家都不要 只有小玲妳是YES 為什麼 其實我會覺得 錢是建立關係的一個基礎 因為我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我大一的時候 然後加入到學生會 那加入到學生會之後 我們可能那一天晚上 就是大家第一次可能聚會 然後聚會開個會完 大家很累 我就說走 我們去小夜街 我請大家喝飲料之類的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說 好好走 然後大家 因為一開始大一剛進去的時候 大家不認識你 但是你一個這樣的舉動 他就會說 這個人好相處 那之後 後續之後就會 就會跟你逐漸的關係 逐漸密切 所以我會覺得 錢會是建立關係的一個基礎 那其實剛剛哲經哥這一題就是 有點算是換個角度去思考說 如果我現在是文虎 那我手上有這麼多錢 那我是不是應該給家裡人 因為如果當我說 好 我這筆錢我拿去捐工藝 或是拿去可能跟自己做開發 那你家裡人是不是就會想說 這個人為什麼不看我生活那麼痛苦 不分我一點錢 而且這個錢還是有一點 因為家族的關係才有這些錢 然後你自己這樣揮霍完 或是說你自己這樣用完 你根本不關心你家人的死活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你還把我當家人嗎 所以我也覺得 錢會是建立一個情感 不管是愛情 親情或友情的 一個基礎 在這個基礎滿足的情況下 才有辦法去達到後續的 心安 信任之類的這些關係 對 聽著聽著 我們三觀都要扭矩 如果誰就不行 不能叫做裴音 你呢 我自己的話我會覺得說 你用這種利益去綁住了這個家庭 可是那萬一今天 你這個利益沒了 然後你們這些既得利益者 失去了你們原有的 就像這些金錢 你們失去了這樣子的領用錢之後 我覺得很高機率會 真的就是完全就分崩離析 我自己的話 可能我是比較走情感派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會假設我是這個家的家族 我會設法讓大家 對於我們這個家族有歸屬感 有一個認同感 然後 如果大家只想要錢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倩華講的也是 其實我認同就是 你可以以前作為一種手段 或者是對 一個基礎 或是一種手段 它可以是一個維繫的方法 但我不會把它變成主要 剩下來就是 例如說我們必須要靠 可能家族的活動 或是我們之間 一些情感的連結交流等等 來維繫 我不會說反對拿錢來維繫 這件事情是一個錯 但是我會覺得 它可以是一個方法 但我不會把它變成主要 是 好 你們先要反正放下來 那我要請教東陽老師 你就其實 用錢的維繫架這件事 如果是你的話 無論是寫作還是先生 你會這樣設定嗎 你會這樣設定自己 做這件事情嗎 好 現在目前都是一個 假設限的狀況 因為四五家就是一個 人生大樂透的情況 對啊 那我只是沒有撞到一個樂透 人生踩彈有的好 對 就讓我想到前一陣子 就看到一個新聞講說 有一個奧地利的女生 她三十幾歲 莫名的得到一個遠親 折合台幣八點五億的遺產 大家的反應好直接 對 為什麼是我 她剛剛想為什麼 你也演出顏色不對 她去找五十位奧地利人 不是幫她花錢 是幫她想 錢怎麼花 才花得合理 所以搞不好就像 剛剛倩華講的 家裡有需要幫忙的人 我去幫她 那很好啊 可是如果因此 而去情感樂數 只是為了錢的利益 而在一起的話 那我覺得就有一點 扭曲了她的本質 所以搞不好 沒錢沒事 有錢有事 這點我倒覺得 家或錢 有一種不能沒有 但是如果要怎麼去運用 家的感情 我想剛剛大家所提到的 是更讓我覺得 是印象深刻的 是 可是其實在推理小說裡面 其實以家族為核心的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流派的介紹裡面 我們講到橫溝鎮史 是 他其實很多陰暗的家族 對不對 犬神家也好 玉門島也好 那高木冰光 其實也會寫到 這樣子的故事裡面 那其實就是 在推理小說裡面 其實家的設定變得很重要 還有各式各樣的家庭 而且家庭都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沒錯 對 其實這樣的設定是 你覺得他迷人的地方在哪裡 有時候一體兩面 愛跟恨 可能就那一線之隔 當你希望得到愛 得不到的時候 你可能就轉恨 你可能恨了一輩子 但是最後轉念一瞬間 你會覺得 我想要擁抱家人 但是在推理小說 沒有死人就不精彩 沒有謀殺 沒有死亡就不精彩 沒有犯罪 余馨剛剛的臉色變了 好 我們就假設是 沒有死亡的話 就算是如此 推理小說總要有一個 動機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會想要去做什麼 有時候做偵探是不得已 民偵探的不得已 或者是因為事情發生 我要去接的不得已 可是有時候做那個 最後的掙扎的地方是 我可能一時氣憤 或是我設計的謀殺 或在推理故事當中 其實要講的不是 那寫心的部分 而是人心 真的人心白白中 早一步早在什麼時刻 它可以踩下那個煞車 後面事情就不發生了 那多好啊 只有讀者都覺得不好 那我就沒有故事可以看了 所以故事小說家是 把這樣的一個虛構的事件 想出來之後 其實內心想的是 這種戲劇張力的故事 就是留待小說就好 是 真實當中大家 幸福 平安 快樂最重要 對 其實這也是為什麼 談見要用師武家來講的原因 家裡都有難言之語 對不對 都有不能說的秘密 那不管再怎麼樣 快樂開心的家庭 它終於有一個陰暗的角落 就是很特別 就一定會有這樣 可是以前我在看 恆古正史的時候 我想說大家有講說 金田一根柱是名偵探 每個案子都死一堆人說 對不對 以前我在看案子 我想說為什麼 可是其實後來我慢慢慢慢 成長之後才發現 因為 家庭是一個很特別的團體 就是你外人要解明 你進不去 你要到某個程度之後 你才能了解說 這個家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我想這也是 為什麼談見會拿家族來寫 思武家族 在談見的小說設定裡面 說我們剛剛調到中中 還有哪些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其實就在這個故事當中 講到思武的虛構 或裡面很多虛構 或小說本身就虛構的時候 我想坐著來去告訴我們一點 是說這中間 如果剛剛像講到 講到 講到 探索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讀推理小說才需要 是有時候像比如說 家裡有一些變化 情感一些變化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一個偵探角色 不是要破什麼案子 人生當中包括自己的問題 包括跟家人的問題 包括你親愛的人的問題 其實推理是一種手段方式 你可以拿去做 可能是讀推理小說之後 一個額外的收穫吧 是 那其實在 性事物的Dodades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社會現狀 雖然是文學性的渲染花式 可以看到這個貧富差距 可是更重要的是 小說可以看到我們自己 這個 像帕姆克講的 這個小說是第二個人生 那希望呢 我們可以在這樣的人生裡面呢 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跟體會 那今天非常感謝 鄧陽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您 謝謝 也謝謝同學們的分享 讓我們親愛的讀書 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親愛的讀書 看今晚陪你讀什麼書 如果說像食物 或者是在食材上面有封土的話 那文學有沒有封土呢 在今天的親愛的讀書 我要為大家來介紹這幾本的推理小說 它誕生在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對我們來講 應該是相對熟悉的 也就是香港 那麼香港呢 除了我們知道的這個好吃好玩的 或是說它離這個中國大陸非常近 然後它變成了一個文化的發散地之外 還有哪一些值得我們來瞭解的呢 當然就是它的這個文學 那麼這手上第一個你看到的是 那作者呢他改編了 這福爾摩斯 看看裡面若干的故事 那莫里斯以一種崭新的角度 如果將倫敦把它置換成香江 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 那其實呢 在這個小說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了 福爾摩斯 或者說我們講的是 柯南道爾 他不僅僅是對偵探 在這個行為呢 有許多的細微的描述 其實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福爾摩斯 就是原來的這個柯南道爾 他對倫敦底層人的生活 有非常多的關注 那麼透過細膩的觀察裡面 去書寫出來 維多利亞時期 英國人沒有看到的倫敦 那麼相對的 我們可以看到莫里斯呢 他透過了這個福爾摩斯 這樣的書寫裡面 來看的是 香港市井小民的生活 在一個已經逐漸在消逝的 這種生活的面向裡面 我會看到許多過往 我們在影視作品裡面 在文學中非常熟悉的場景 那隨著時代的演變 慢慢慢慢的 他已經消失在大眾的眼裡 所以與其說 這是一本推理小說 對我來說 這個《湘江神探》呢 更像是這個香港 這個今生 跟他的前世的縮影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一本呢 是由譚健所寫的 《復仇女神的正義》 那這一本書 要探討更多的是在網路時代 在這個世代裡面呢 到底正義它的邊界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根生人神探 他們在面對社會的黑暗的時候 究竟要怎麼樣來探討 那麼在譚健 既這個信思武的都得死之外 再一次再進入香港 從殖民時代 甚至是更早之前的 這個封建的社會裡面 所留下來的餘毒 或者我們在現代人認為這些 合法卻不合理的制度裡面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做思考 那其實譚健呢 他的書寫裡面 也針對這個種種的社會 或倫理的問題 做了許多的剖析 那最後來介紹這一本 叫《隱蔽嫌疑人》 這是陳浩基的作品 那我們之前呢 介紹過陳浩基其他的作品 那浩基呢 在這一次呢 在用一個檢居竹 如果他是殺人嫌犯 他怎麼樣要把這個屍體 把運回來 那他到底要怎麼樣 離開他的家去殺人呢 他用種種的矛盾 來設下了對讀者的挑戰 那麼他也用了幾個 這個文學上最常用的 包括了逝者的告牌 包括了這個虛構的文本 這些特別的文學技巧裡面 來挑戰他自己 其實我們再來看 就是其實香港 身為一個新舊交融的所在 那麼在文化矛盾 跟衝突的地方 實際上許多的作家 他們在為自己的前世 今生 跟他的未來呢 找到他的這個脈絡跟出入 那麼從推理小說裡面 因為給了類型 給了寫作更大的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 在現實生活不敢講 或者在現實生活中 不敢做的事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把青春愛德書 告訴你更多有趣的日子資訊